大家好,我是四季萌芽 终于到了欢乐的伯恩传时间 经历了漫长的原创 伯恩传终于在今年回归主线了 熟悉了生物古章演唱的新OP 熟悉了甲田阵形,商校红杏等元老的作画 以及熟悉了制斗嘴盾回忆沙 那个名为火影续作的伯恩传终于回来了 今天就要聊聊这段主线 青片和穿木片 青这个角色大家都很熟悉了 虽然在火影里戏份不多 但因为一只白眼存在感很强 曾在三场中八败旅要发现止水的查克拉成功撤退 无影会堂看穿团算的幻术 揭露对方窃取人人联军指挥权的阴谋 四场中作为联军方的首席感知忍者 与陆王景也的父亲一同命丧十二位受炮下 是一名了五影村鞠躬尽瘁 为人界视死如归的忍者 但在伯恩传漫画中 他不仅被写活了,还被写成了反派 连黑化了原因都没提,随意的令人生气 后在动画重塑了这段剧情 加入了一整机文系表写清的遭遇和内心 塑造一个在战争中幸存 却变成残废再也无法当忍者 在失去生命意义的时刻 因可组织的科技重获力量 从而决定奉献余生 不期一切推动忍者时代 向科技时代迈进的悲情反派 这种程度的漫改 足见动画组的用心和对老角色的尊重 而川姆虽然是个新角色 但大家大规律见过 因为伯恩传第一集开头 就是他和成年伯仁在破碎婚言上决战 当时吉佛中的动画刚完结 这个墨叶又被毁了的开头 引起了很大讨论 不过他并非boss 而是伯恩传的男二号 可能有人会问 为什么一部播了快200集的动画 男二都没出场 因为动画组实在太能拖了 原本漫画里打完陶屎就出场了 结果动画活活水了100多集 真他们要是漫改阶的一个奇迹 好在虽然迟了几年 但出场足够惊艳 川姆首秀189集巅峰作画回 一下子让记住了这个又帅又强 还有几分邪气的疯癖少年 随后192集又是质量堪比剧场版的人物塑造回 穿没了悲惨的境遇 和对父亲这个词汇的向往令人怜惜 结尾从鬼父慈泉切换到清点迷人的画面 有种苦尽甘来的感动 在这最先前 我还有一个提醒 就是虽然动画已经播了4年 但这个篇章却是漫画的第一个主线故事 很多设定不仅和活影差别很大 和布文庄前面差别也很大 尤其是科技元素 所以做好心理准备 这里是赛博朋克忍者世界 最近十余次C级任务 小主角们护送片柱博士 去个叫龙党的地方送科学人剧 博人兴致缺缺 一方面C级任务太简单 另一方面因为中文考试作弊被抓 他对科学人剧产生了PTSD 在前往龙党的火车上 他们偶遇了清 这次的清非常友善 根据动画最情 他是被木叶的人从四场的废区中救出来的 不久前他还去木叶村祭奔的 昔日仗友的王魂 与卢王景也上演了一波情怀戏 注意到博人对科学人剧的排斥后 轻用啰嗦刀为例教育他 工具好不好全看怎么用 他们本身是没有善恶之分的 博人也对这位忍者前辈心生敬意 不过当博人一行人下车后 一个黑衣人出现在了清的后座 正是可组织内阵成员果心居士 可组织是博人传的boss团 相当于逼格降低的小 轻视可的外阵成员 而川普是可组老大慈玄的转身容器 可过去一直是秘密行动 这次之所以衔生 是因为运送川普的飞艇 在火车坠毁了 他们要把川普抓回来 虽然这个剧情听起来很扯淡 但其实飞艇坠毁和放跑川普 都是咳的内鬼搞的 而且内鬼还不止一个 隔壁酒厂直呼内行 过先居士把回收川普的任务交给了清 如果有人牵扯进来 格杀无论 而这个时候 魔野王正在飞艇上插USB卷轴 魔野王虽然调查不营飞行物的 同行呢还有麦野 麦野这个角色在漫画里 就是个一次性挡到工具人 但动画速度的不错 以及颇有亮点的 三代火影出镜的回忆 考虑到这期视频内容较多 就不展开了 送完科学人剧的博人等人 也因为离坠记点劲 前来增援木野王 可能你会觉得下人增援上人 有点奇怪 但看到后面你就会知道 博来不来 木野王能在一天内死三次 博人和木野王会合后 青也出现了 此时的青和火车上叛入了两人 其实把加特林像个终结者 之前众后长者的形象 虽然和木野不是敌对关系 但现在自家机密都人家烤走 非灭口不可了 这场张罗在漫画里 其实是一个雷点 可能那时候 持本老师刚开始画博人传 想创作新的张罗风格 结果做成了星球大战 而动画称得上排雷小轮手了 弹化了原作的热兵器部分 突出了制斗部分 并原创了一段质量超高的打戏 配合给新加的台词 就营造出一种 新旧时代对抗的主题 不愧是阿布吉之演出的本社会 意境都变了 战斗开始后 青的加特林很快被打爆 但他从偏助博士那里 抢到能够吸收忍拒的科学手套 作者也没说 为什么这玩意能吸人数 可能是放得球下黑洞吧 而主角方采用了 声东击西的战术 木野王等人放人数吸引注意 博人从后方偷袭 但这期的芒果老道的青 他早有防备 格党了博人的关键 并夺剑将他刺穿 这就是为什么说像星球大战 不过青只看到了第二层 其实博人在第五层 他是故意被夺剑的 因为那么关键是 刚才龙胆研究所拿的试验品 会疯狂消耗使用者的查克拉 青发觉想要弃剑 但被四月拖了一下 瞬间虚拖了 偶然趁机一发 罗学王将科学手套打爆 目前为止是严格还原漫画 在一定经费加持下 观感还凑合 接下来才是惊喜 解封认数后 战斗进入第二阶段 青使出扫地 立井无人机 起手把木野王秒了 这是他今天第一次差点挂掉 但青却神色黯然 如果可以 我真不想用这招 之前的一体光剑 虽然离谱 但尚在武器的范畴 要用自己的查克拉驱动 用自己的头脑和身体使用 但这个自动锁地的浮游炮 与自身力量毫无关系 伯仁一改志气地笑了笑 我能理解 毕竟这种战斗方式 一点都不忍者 虽然你给咳的那半人当工具 但我能感觉到 你对忍者还有留恋 青却有留恋 但也仅仅是留恋 过去的我 已经在四战中死了 我早已不再是忍者 是可给予我新的力量 让我重获了新生 他抗抢博人 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像你父亲一样 靠自己变强 忍者这一路后的力量 终将走向末路 未来是属于新生力量的 我是舍弃了忍者身份 向新时代迈进的新人类 人类进化可以预见的道路 就是基因改造和机械改造 基因改造是大师丸的专利 而在可组织中 请见识到了完美的机械改造 全身植入纳米机械的窗木 因科技重获新生的钦 将重技术视为信仰 他刚因为可组织卖命 为了新时代 新人类的未来 动画中的钦虽然也是反派 但至少是一个有立场的反派 战斗继续 博人让佐伦娜思列 照顾木叶丸 自己和他单挑 自动大技师动画原创 经费肉眼可见的 上升了一个级别 钦那边是纯科技打法 本人一动不动 战斗全交给无人机 而博人这边是传统的 忍者式战略方式 另用岩石卡视野 用影分身加封盾裂风掌 创与到了机群上空 并用贴起包脖的方式 引爆了一连串无人机 在高度下降 进入对方攻击范围的时候 用影分身再次起跳 用雷盾手指剑 击落了最后两架 接着空中解影 向轻释放了水盾水波涛 这一套人数人机结合 基础却行云流水的战斗方式 朋友小时候走住战斗的味道 但轻依然不动 再次升空无人机 一刀光能封住巨浪 这种承诺水盾根本不足为据 讲道理 这不必尝试狼强 烟雾的掩护下 伯仁又使用了影分身 但轻很清楚哪个是真身 他一把轻注伯仁 影分身确实很难识破 但却无法复制复杂机械 谁穿了机械臂 谁就是本体 伯仁艰难地挤出几个字 若你已经不再是忍者 那你就赢不了我 说完变成一团烟雾 他故意把机械臂 创在了影分身身上 回叶表示狠干 请赶紧回头寻找伯仁的方位 承诺在地下多时的伯仁笑道 忍者走一步看三步 这是不久前 父亲和他人坐手时交叉的话 他破图挖出 避开倾仓促间的反击 单手罗学王命中了他 纵然科学忍具威力强大 但灵活了忍者式战略方式 更胜一筹 战斗结束 一体受损的青躺在地上 你很聪明 我输得心服口服 这是第一次 伯仁和老角色之间 看起来非常舒适的战斗 经费制度情怀全部在线 老角色输得体面 伯仁赢得帅气 接下来就是熟悉的嘴盾环节了 无论是先打赢再嘴盾 还是高官滤镜 都深得敏人真传 但就在轻动摇的时候 一只争气蛤蟆从天而降 果心居士出来灭口了 果心居士是伯仁状灵魂人物 可组织为二的牌面 当年漫画出场的时候 无数人猜他是不是自来野 原先白发蛤蟆处处都是暗示 即便现在漫画已经揭晓身份 他人气也依然不减 所以我非常期待这一集 开播前还幻想动画组 会不会加一段经费爆炸的打戏 结果前面的轻架了 后面的穿木架了 唯独这一集就让外包出去了 堂堂果心居士出场 就要连本社制作都轮不上 真是新的动画组的鞋 果心居士是可组里 战斗最像忍者的人 他竟然是让封印手挖吞 将主角方全部束缚 但我很想吐槽挖呢 至少在石头上掉个挖头 这是木叶王熊起了 他利用提前在腹肌上画的术石 解开了封印 木叶王上前两步 帅气也对博人他们说 就是死 我也会保护好你们的 虽然我知道你想莫放开阿西 但我还是想说 能不能先给他们把封印解开 你这死了他们也没法跑啊 果心居士还约他很强 认真的说 就让我领教一下木叶上人的高招吧 结果木叶王三拳两脚就被干翻了 还一副遇到高手的样子说 这人的强大更新 简直不是一个次元 这就是可组织的实力嘛 大哥人家救了两下体数 那看出来不是一个次元的实力啊 求你换十五年前的号摆 最后木叶王使出螺旋丸 试图挽回尊严 但果心居士冷笑一声 他也使出了螺旋丸 怎么可能 竟然还有其他人会用螺旋丸 你到底是谁 震惊中 一只蛤蟆趴在木叶王腿上 他整个人都燃起来了 这是果心居士的三昧真火 是目前唯一烧死过人的火盾 眼看木叶王老师又要挂掉 我老爷终于爆发了 可陶氏战斗后 手心出现的印记突然扩散 像纹身一样 蔓延到了整条手臂 直至眼部 果心居士罕见的大惊 竟然是C 而死络的烹饪术 和木叶王身上的火焰 都像长晶影剑一样 被那个印记吸收了 果心居士镇定下来 真让我惊讶 陶氏选择竟然是你吗 漩魔伯仁 伴随着激昂的BGM 伯仁低吼道 别啰哩啰嗦的混蛋 你有什么好拽的 这台词我差点以为 陶氏附体了 就在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伯仁身上 以为他要开挂 大干一场的时候 伯仁突然扑倒 直接昏过去了 这就是外包的极限嘛 明明剧情燃了 BGM也燃了 结果没钱花打戏 硬是没燃起来 看着如带在高扬的小主角们 果心居士却转身走掉了 这并不是什么 主角不能杀的设定 而是伯仁和蝎对他有用 昨天那还想拦他 他想问清楚 伯仁身上的纹身 到底是什么 四月赶紧把他按住 冷静点 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家的命 果心居士得下一句夸奖离开了 明智的判断 不愧是大蛇丸的儿子 真是处处散发着 我对木叶很熟的细细 结婚一条命的木叶丸等人 准备返程 却在附近发现民昏倒的少年 男二号川木同学 终于出场了 何伯仁不同 川木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他从既世起就没有母亲 唯一的家人就是酗酒的父亲 他每天的生活 就是砍柴给父亲买酒 买少了就会挨打 但即便这样 川木依然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因为他还有一个家 但这一切都随着父亲 要把他卖掉而破碎 他哭着殃求 别赶我走 爸 这里不是我的家吗 但那个禽兽 却把酒瓶砸在他脸上 你已经不是我的孩子了 你唯一的作用 就是给我当沙包 川木绝望了 而埋主走到他面前 对他说 不用再害怕了 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父亲 川木心存一次希望 来到新父亲家里 但等待他的 却是一个插着导管的蜜蜂罐 和无尽的人体实验地狱 买他的人是可组织老大慈玄 而他所谓的父亲 就是把他改造成一个转身容器 用来盛放自己的蝎 在那段生不如死的岁月里 川木的肉体被改造成了无稽物 内心也变得冰冷绝望 再也不敢相信任何人 直到他从坠毁的飞艇逃出 和伯仁相遇 而这个时候 果心居士正在远处注视了他们 就差把内鬼两个字写脸上了 但迪鲁达突然出现 扰乱了他的计划 迪鲁达也是可组织的内政成员 是一个极性的美女 因为果心支持 为把川木带回来 并向慈玄请命参与行动 他还带了个外政打手 我楼 本来川木差点和博人他们打起来 结果我楼强势介入 要打先打我 接下来就是经费爆炸的 川木首秀189集了 最急的演出 是不愿意透露新名的山巷红信 作画包括黄尘熙等众多熟悉的名字 看成火影全明星金融 不说动态 光是角色颜值就比前面高了一个level 果心居士和迪鲁达终于有了反派的气场 木野王连发型都变了 而最大赢家无疑是我楼 作为漫画里几个就变当了的炮灰 能在这种级别的打戏中当男二的对手 真是后葬了 战斗过程就不细讲了 在炫地级别的动作设计和作画面前 就那么干打也看得足够爽了 十分钟的视觉盛宴后 川木开启了蝎将我楼一招秒了 还差点把附近的木野王等人带走 还好伯仁也开启蝎吸收了爆炸 蝎是伯仁撞最重要的设定 不仅是标志着童树时代进入纹身时代的新挂 也是主线剧情的重要线索 考虑到很多观众没看漫画 这就不多剧透了 可以先把蝎理解为升级版的大狮王的咒印 就像走住进入咒印状态后 会获得大狮王的部分力量 川木开启蝎后也会获得磁悬的大草木之力 包括吸收忍术和发波 加上川木类似正午的身体变形能力 实际可谓强悍 起码木野王肯定打不过 不过吸也显然有巨大的身体负担 川木放了一炮就过载昏迷了 这时光张的迪拉拉坐不住了 他总不能看着木野的人把川木带走 但果心居士阻折他 先不要出手 容器我一定会带回去的 但不是现在 李祖达还真就被糊弄住了 因为次权交代过他 这次行动要以果心居士为首 他当成的以为果心有什么为组织着想的计划 就这样 柏仁他们几个伤员在两大内政高手的眼皮底下 将川木带回了木野村 柏仁庄的第一个主线篇章结束了 按照晚年的规律 动画播完这集就该进入无尽的外包原创了 但没想到这次仅仅原创了两集 就立刻接上了下一段主线 川木与青蝶名人相遇 开始了温馨紧透的柏仁家的日常 与此同时果心居士已经潜入木野 第五大正在热身 此前也得知川木在木野手中的消息 一场一打到底的连续战役将至 完全没有间歇的空间 看待这次 小丑舍终于又把精力放在伯恩传身上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 我是斯蒂萌芽 我们下期见